初步学了C元怎么写程序 对吧 怎么用开发软件 然后怎么去有那个框架 在那个框架里头 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PrintF做一个输出 而且在这个输出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让它做一个计算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计算 我们让它来算一下 23加43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写出了这样的程序 我们可以去运行它 得到了66的结果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让它算一下早龄 我有给你100块钱 我要付你23块钱 你应该找我多少呢 既然可以做加法 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减法 我们就可以写出这样的一个式子来 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式子 得到了77 但是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让我们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输入一个数字 这个23不是我们写在程序里头的 因为如果是写在程序里头 意味着如果我要算一个不同的数字 那我每次都得把这个程序 重新编译 重新运行 我们希望说我们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一旦写好以后 一旦编译好以后 放那儿 每次一运行 我给它个数字23 它告诉我多少 我给它个数字32 它告诉我多少 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 那就需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呢 我们要有个地方 对吧 我们程序运行起来了 输入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在程序里头 得要有个地方给它放着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得要有个地方放东西 第二件事情呢 程序里头是有地方放东西了 那这个数字 怎么能够在运行的时候 从外面能够输入进去 对吧 我们得要有办法 能够输入东西 就好像我们在之前学的是 怎么能够输出东西 现在呢 我们要去找一个办法 怎么能够输入东西 然后第三件事情 当然就是 我们输进来的这个东西 有个地方放了 这个东西呢 放在那儿 我还能够去参与运算 那我们怎么能够做这些事情呢 我们看到屏幕上 叫做Change的这个程序啊 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这个Change这个程序呢 能够先输出一句提示的话 然后呢 让你输入一个数字 接着呢 做一个减法 把这个结果呢 输出给你看 我们今后的课件上面啊 我们列出的程序呢 都只有那个main里头的 那个大括号里头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不再从那个include stdl.h 从那个从头开始来这些东西了 那我们有了这个Change这个程序 我们有了一个方法去做输入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仔细去解释 这个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们这个程序怎么运行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在哪儿去输入这个数值 给我们的程序 在哪儿去看到那个结果 我们来看在devc++里面 现在我们有这个程序了 那我们来编译运行它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程序运行的窗口里头 我们就看到它 首先是输出了这句话 请输入金额元 那我们试着给它来输入一个 数字比如说23 然后我需要按下我们的回车 于是它给了你一个结果 找您77元 也就是说我们的程序的输入 和我们的输出一样 都是在这个程序运行的 这个窗口里头的 我们的输入在窗口里头 而且这个输入呢 是以行为单位来进行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你按下回车键之前 你的程序不会读到任何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按下那个 回车键之前 我们的23并没有 一点点的被我们的程序读到 一直到我们按下回车以后 我们的程序才会输入 才会得到我们的输入 那回到我们的这个 Change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头呢 我们的输入这个数据 放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输入的这个数字 放到一个我们叫做变量的地方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 第一行 这一行呢叫做 interprice等于零 这一行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一行呢我们就定义了一个变量 我们跟程序说 我们在这儿需要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呢 叫做price 它的类型是int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初始值 这个初始值呢是零 变量是什么呢 在程序当中 当我们需要有数据 需要有地方去放数据的时候 那我们就需要有变量 所以变量就是一个保存数据的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保存用户 在程序运行过程当中输入进来的那个数字 我们就用一个变量price 来表达这个数据 来保存这个数据 然后有了这个变量之后 它才能够去参与到后面的运算当中 所以变量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放数据的地方 那么变量定义的一般形式呢 就这样子 我们需要有变量的 它的类型的名称 然后后面跟上变量自己的名称 在最后不要忘了 我们要有这个分号 比如说我们下面的这些 都是正常的变量的定义 int price 这是一个名字叫做price 类型为int的变量 int amount 这是一个名字叫做amount 类型为int的变量 这一行 在这一行里头呢 我们定义了两个变量 它们的类型都是int 所以我们都放在一行里头了 那么第一个变量叫做price 第二个变量叫做amount 中间呢 用一个逗号给它隔开来 所以分号表示说 整一行结束了 逗号呢 是说这个中间 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price 一个是amount 那么它们都是int 类型的 这也是定义变量的一种形式 我们可以在一行里面 定义多个变量 那么所有的变量呢 都需要有名字 你不能直接就把它叫做 一号二号三号 我们得要给它起一个名字 那么这个变量的名字呢 我们在程序设计当中 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把它叫做标示符 这个词本来应该念做标制符 但是这个传统 我们一直都这么叫 就把它叫做标示符 所以whatever 标示符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用来识别说 这个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叫做标示符 identifier 那标示符呢 可以用来表达变量的名字 其实也还可以用来表达 后面我们还要学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函数啊等等名字 那么标示符呢 它有它的一个规则 这个基本的原则是说 只能是字母 数字 还有下滑线组成 那么数字呢 不能出现在第一个字符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 我可以是字母开头 我可以是下滑线开头 但是我不可以是数字开头 那么另外呢 有一些单词 这些单词呢 是C语言的关键字 它们是不能够出现在 标示符里头的 不能够用来做标示符的 我们在这里列出了 C语言的关键字 很多啊 我们目前其实 到现在为止 我们见过的有哪些呢 我们见过了int 对吧 好像我们其他都还没有见过 没有关系 这张表 这张上面的这些关键字 大家不需要去背 因为很简单的方式 首先是随着你 对C语言的学习 这里头的这些东西 你慢慢慢慢会 有所认识 你用到一个 你就会知道 这个比如说一幅语句学到了 那一幅我们就不能拿来 做编量的名字了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 编译器会告诉你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小心用了一个 关键字 用了一个保留字 来做你的编量的名字 编译会出错 然后你看看提示信息是什么 你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我再改一改就行了 所以 学编程的这个过程 你不需要去记这些东西 通过编译器的帮助 你可以逐渐的建立起 在自己心中建立起这张表格来 但是不需要从头开始去背它